继续镜头带您往中区来看到 在凤林镇妇女会 29号上午在凤林国小活动中心举办 凤林镇妇女会2023活力支力支信 健康体恤能趣味竞赛 200多位的妇女长辈展现了女性热忱的运动力 那么徐真卫县长也等 以及多名的明代也特别出席 同乐现场气氛活泼热闹 体识能趣味运动的内容丰富 包含舞蹈表演 体识能教学以及专题演讲等 兼顾趣味性与互动性 全场的气氛热闹非凡 让所有的姐妹度过活力与充实的一天 活力、知性和健康的一个生活 我觉得健康还有快乐的生活 是人生最大的要素 今年国大老师我深深的体会到 那我们前面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结合了 这个股房摄影和S光 等一下你若福了资格的 就是45岁以上到70岁的 真的要为了自己的健康 许一个健康的未来 不管怎么样 美丽快乐的人生才是我们需要追求的 因为自己的健康要自己保护 对吧 别人无法照顾 只有我们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所以我是从今年的过年后开始 一直做到现在 我几乎没有间断 我几乎没有间断 每天都会至少有一次 不过我这几个月都很认真的 我们的这个生活 那也能够透过活动 让我们的妇女姐妹增广见闻 我们台湾23个县市 有10个县市长是李姓 各位小族 从宜兰开始 宜兰花莲台东屏东 到嘉义市 云林彰化南投台中 到新竹市 都是李姓的首长 掌管了台湾人数的五分之三 所以它是我们社会安定的一个力量 它带领了各位 最终的一个安定的力量 活动由凤林妇女会理事长所主持 与会来宾包含 花莲县县长徐正卫 花莲县议会副议长徐雪毅 议员林平阳 花莲县妇女会理事长林春梅 凤林郑代表会主席龙春文等民意代表 而参加活动的凤林郑妇女长辈 200多人参加 让现场的气氛是活络热闹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不到